我叫了我白汁又在凡人計劃 要有打海棋 我就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最新的Snapshot 介紹是甚麼 其實也不知道是否最新的 應該也是的 遲了10萬年出 因為前幾次都沒有出 就要整理一下之前的東西 首先就要調整這麼久了 首先要講一下之前加最後的Snapshot 先講一下14W-07A和14W-08A 我都不忘記說 現在這個介紹版是14W-10C的版本 就是14年代10個星期的Snapshot版本 我們這個時候先講一下前一兩個Snapshot 錯過了甚麼 首先就是這個14W-07A 首先加了一個好機的智能 就是這個Execute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一個那些智能是可以指定某個玩家 玩某個物品的位置 即是指定某個玩家 去受到某個傷害 或者補血 或者用甚麼裝備 之前是不行的 但現在呢 有這個Execute的 command 就可以指定一個人 或者一個物品的位置 盡量的智能 這個其實在地圖製作上是一個好機的東西 如果大家不明白 大家都知道是好機的東西 第二樣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明白 就是Test for Blocks 聽過名字 大家應該明白甚麼 即是可以去指定兩個區域 兩個一模一樣大小 可以去檢查其中一個區域裡面的Block 它的形狀是否跟另外一邊的區域的Block一樣 這個在解謎上 其實我覺得好像很好用 即是 例如你弄一個3x3或4x4 你自己排好去 它在旁邊會有一個給你Test 它旁邊在一個系統裡面有一個Test的東西 好像整件事簡單了很多 即是以前要去檢查一個區域的方法 非常難做到 所以我現在用不到這個指令 非常容易 另外第三個就是這個PickBlock的面子 為甚麼呢 即是隨便放下一些東西 為甚麼這裡改了Texture 是不是改了Texture 原來的 原來是一樣的 別理會 首先隨便放下這個 放下之後 先修改了 例如我按中間的Look的時候 我按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選這個Block上來的 但現在譬如有某些方法 它會有一個特殊的數值 例如命令方法 命令指令方法 它裡面會有一行的指令 平時大家就拿不到出來 只拿回命令方法 這樣就好像那個標有了 隨便看到了 如果我按中間的Look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拿回指令方法 但如果我按著Shift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現在按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 我還不知道 我也很清楚 應該是不但我不知道怎樣做 總之它是某方法 我不怕Shift 或Control 應該軌 可以去選擇一個方法 同時保留它裡面所有東西 譬如一個箱也可以這樣做 譬如你一個箱放滿東西 你用這種方法去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所有箱裡面的東西 你放下另一個箱的時候 它一模一樣的不會變什麼空箱 那... 做地圖來說好像很方便 認真 另外... 玩一個地圖就好像很有用 譬如你拿著一個裡面已經有東西的箱 好像也挺厲害的 我覺得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選擇角度 這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 平時... TP一個人之前 大家也聽過 就是可以去... 就是... 你走進一個區域裡面 還會發生一件事 但是... 現在上次都見過了 但現在呢 就可以多多一個選擇條件 除了... 走去哪個區域這個選擇條件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那個隱亡的什麼方向 譬如它向上才會發動 或者向下才會發動 不是... 就是往往往上才會發動 或者背向某個位置才會發動 或者... 看著某個Blog的時候 才會發動那個效果 那... 那... 做一些解謎之外 解謎地圖也非常噁機 那... 真的不一定是解謎地圖 一個謎題來說 非常噁機的 那... 那... 另外... 如果大家有看staffling的頻道 那... 也都拿了這件事 做一些... 挺有趣的東西出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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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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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ap 的時候呢 現在是可以去... 嗯... 和一個... 和一個資源包去... 合平一起 那...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幅地圖一開出來 就已經是那個資源包 就不用自己教的 那... 那... 整地圖的都可以... 不用擔心那些人 用其他的... 呃... 呃... 資源包 那... 就是不會怕那些人破圖 或者... 看不到某些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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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那... 那... 尤其是製作地圖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其實現在是發射器 大家都知道這個發射器 這個發射器本身放下的時候 就可以打一些東西出來 它裡面打一些東西出來就隨機 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這個發射器新加了一個公文 就是當你放一些Command Block 你給紅石送到這個發射器的時候 它是會執行Command Block 它裡面所做的指令 而且它完全是隨機 所以它製作這個隨機的效果 就變得非常簡單 就只放下一個發射器就可以了 以前好像要用連閃還是怎樣 很大的 現在一個發射器就搞定了 整個地圖來說是很方便的 但是如果沒有玩可以在今晚的人來說 最好是這個 就是Custom Map 現在可以和這個資源包合平 可以打包 這個就是14W07A 如果還有什麼呢 14W08A 14W08A其實沒有什麼特變 主要是在那個scoreboard 有一個計分牌 先教一下 大家看到 如果放了計分牌的時候 就可以測出血量 現在測出血量 可以測出血量 比如綠色 總共是黃色 最少是紅色 有多一點的象徵度 有多一點的顏色 其實都是一些很miner的東西 沒什麼特別好說 可以幫我講一講 另外 這個14W07A 我忘記是06 就加了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鐵的 不知叫什麼 trap door trap door 還有什麼 鐵的地板門 好像不算好 應該是鐵製地板門 差不多 聽我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這條件用 跟trap door 本身是沒有分別的 收到紅色素 我就開了 收不到就關了 但是在裝飾上面 其實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就不可以 手動開關 一定要給紅色素 如果想把這類的東西 就麻煩了一點 因為上面要放拉鍋 就不好看 或者在下面放火 都不可以 好像下面不可以 裝飾多一點 所以 也不算是一個特別好用 以裝飾來說 但是 多了新的樣子也好 對吧 嗯 對了 那之前那兩個snapshot 就是這麼多 我還不可以講 它製作方法是這樣的 四塊鐵 放在一起 那舊那兩個 兩三個snapshot 都差不多是這麼多 那新的加了什麼呢 看看這邊 先說一下昨天的blog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個其實不是昨天的blog 這個統計裡面 多了幾項 就是 可以 叫什麼 看看 那就是 你距離上次死 就隔了多久 另外你走多遠 這個好像知道有 不是 是你隔上次死的時間 距離多遠 那就是 還有你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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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多遠 跑了多遠 那這幾個呢 尤其是那個 跟你上次死相差多遠 這個 這個統計的措置 其實都 挺厲害的 認真 因為 譬如每個人 你死了幾 不是 譬如你生存了多久 就會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之前做不了 因為之前 只是可以按照遊戲的時間 或者太陽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是現在可以看著玩家的死數 是不是死數 是不是 的生存時間去做到一些事情 那這件事呢 就跟另一個 什麼 另一個 Cmd Block的指令 非常配合 就是下面這個 那就是 現在所有實體 包括 釘出來的 雪球 或者是自然那些東西 都可以加入 這個 Score Boy的系統 就是 幫他計算 都可以 那跟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可以做到什麼 舉一個例子 就是 當你射一支箭出來的時候 當他射到某位 就是譬如一秒之後 才會爆炸 那以前做不到 那現在做不到 那另外 譬如 譬如 那些東西 做什麼好 這個 譬如 我扔蘋果出地下 這樣 以前 做不到 就做不到什麼 但譬如我這樣放在這裡之後 他可以隔兩秒 然後就 餵飽全 全部人 或者爆炸都可以 大家都好像很喜歡爆炸 就是 他可以幫一個物品 去計時 行動一下 手榴彈 這個東西 就變得非常之容易 做到 另外還有一個 死亡訊息 那是怎樣 以前死了 就有一行死 為什麼你會死的呢 那現在呢 就多了我的 GAME RULE 是不是好像是GAME RULE 那看看 好像是多了一些 就 做了一個 這個 剛剛 就是這行 那這個 就是這個 Show Death Message 可以調教FORCE 那簡單來說 如果調教FORCE的話 你死了 是沒有人知道你怎麼死的 就是這樣 那 PVP MAP 應該蠻好用 那另外 生存那些MAP 都蠻好 應該是 但我 我常常說 都要等大家做 那 最後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 可以玩到的 或是一樣 那 除了這個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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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像已經殺不了 很生氣 他死了 不用怕,我們放第二隻出來 狗 大家看到第二隻狗吃了一隻骷髏 現在一隻狼 不管是狼或狗 他都會攻擊骷髏骨 像之前攻擊羊 作為一個普通的遊戲 即是遊戲的內容 只加了這個 不過這個挺有趣的 現在好像變相 變了雪地生存會比較安全 因為狗會自動殺褲骨 應該是這樣 我先殺死狗 所以 這幾個版本加起來應該是這樣 那 大概是這些 重點 如果漏了很細心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差不多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 還有歡迎大家 快點去下載這個狗仙人拜 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要說就留言 如果你想自從有拍攝 就按訂閱 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 我留的那個 所以 所以 其實很專業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要說的 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打爆了 拜拜